平时站立时挺肚子撅屁股 身高体重都在正常范围 却有一个突出的小肚男 经常腰酸背痛 手脚冰凉 容易便秘的 如果宝宝出现了这些症状 爸爸妈妈们就应当注意了 他们可能是由骨盆前倾引起的 那如何判断自家宝宝的体态是否正常呢 骨盆前倾又应当怎样矫正呢 别急 专家马上为您解答 老爸看什么呢 哎呀 咋这么像呢 站立的时候 身体有些前倾 会出现腰配并习惯性的垂腰 坐在椅子上 会不自觉地把腿盘起来 稍微运动一下就出汗 老婆你干啥呢 虽然不困却总打哈欠 老婆你这么说得够吓够呛 虽然不知道干什么 但是 有点刺人 人家不说了吗 骨盆前倾的危害老大了 我在网上就不下载了一个对照表吗 跟你一对照啊 条条都符合 你看 你看 虽然不疲倦 眼睛却睁不开 你看你那眼睛眯的 简直太标准了 人家说了这上面啊 符合两条 那骨盆前倾的可能性就很大 你这条条都符合呀 没跑了 你都影响到自律神经了 不是不是 老婆 你这对照表 靠不靠谱啊 怎么呢 眼睛睁不开 就是什么骨盆前倾呢 那还有可能说 我昨天晚上打游戏打完了 哎呦 怎么 首先呢 是人体最理想的体态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从侧面看 应该是这样的 假如我们悬挂一条垂直线的话 就像我们 吊墙的线 就吊墙的线 看那个工人干活 然后吊墙线 那么我们就在我们的身体侧位 吊一条墙线 那么这条线是什么样的 可以依次通过耳唇 尖峰 躯干的中部 骨骨大钻子 膝关节中心 踝关节的中心 而骨盆前倾的人群 体态特点 这不是这个样子的 总结来说 简单的说 就是挺肚子 大肚子 撅屁股 非常的通俗 即非常明显的骨盆前倾和腰椎的生理性曲度向前突加深 其实正常人体都会存在轻度的骨盆的前倾 同时人体的腰椎也会有正常的生理性的前突 但如果骨盆前倾和腰椎的前突过度加深了 就形成了所谓的下交叉综合症 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骨盆附近的肌肉群里 有的肌肉过紧 有的肌肉过度松弛无力 导致骨盆失去了正常的结抗肌肉的制衡作用 在过紧的肌肉的拉动之下发生了骨盆前倾 继而引发了姿态的异常 又由于该部位位于身体靠下的位置 所以我们被定义为下交叉综合症 下交叉综合症是近年来康复领域提出的一个新的病症 下交叉综合症是指偏离正常体态 特别是在侧面观察时非常明显 在知识上的表现为轻微的宽关节的区区 轻微的膝关节的区区 骨盆的前倾 腰椎前突的增加 白话来说就是挺胸 突肚 撅屁股 即问题中的骨盆前倾 那么我们来说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